那我們可能就是先從您剛講的 就是知識社會、諮詢社會這個部分 先來談一下 那所以我是看妳還是看鏡頭 看我 看妳 OK好 所以妳不需要唸出來 我就直接回答一下 OK好 知識型社會是我在1993年左右 當時我大概12歲 那第一次接觸到網際網路 那確實當時大家都在談論說 我們這個新的東西就是網際網路 它會怎麼樣去改變我們整個社會架構 所以當時我記得是 應該是比特杜拉克 他提出了這樣一個概念 就是說在以前我們講知識的時候 講的都是一些好像科學知識 就是事情是怎麼樣子有什麼原理 技術的知識就是一個產品 或者一個服務 要怎麼樣子去設計 怎麼樣子去做出來 那但是他說在以前 這個東西好像我們想到知識 只想到這種個體的東西 但是呢 因為這個新的資訊時代的來臨 所以這些知識呢 反而要讓位給一個新的知識的想像 就是所謂社會性的知識 那按照杜拉克的講法 就是說所有的知識 它一系之間 不管是在西方 還是在亞洲 從關於科學跟技術 一瞬之間變成關於實踐的一種知識 那所以整個社會就不只是好像運用套裝的這些知識 而是社會可以運用這些知識 把社會本身加以重組 去改變社會裡面任何人群跟人群之間的關係 然後做出我們現在看到的 所謂的諮詢社會 所以當時知識型社會的提出來 就是說知識要從那種學院裡面的一種原子化 單子化的東西 變成一種廣泛的實踐的 大家互相流傳的這樣子一種社會性的一種誓言 那您認為就是說 現在科技的持續進步 對於知識社會或資訊社會做變成 那你要做知識社會就可以了 我已經bridge you up OK 知識社會現在進步到了一個什麼樣的形態 什麼樣的模式 對 那從1993年到現在 當然中間過了相當多的時間 但是中間有兩個很重要的發明 一個就是說全球資訊網的普及 以至於說所有人 以前是你要有一個大的頻道 要有一個大的媒體 你可能要有廣播電台等等 你才能夠讓別人聽到你的聲音 而且即使你有這些技術 你也聽不到別人的聲音 但是因為全球資訊網的普及 所以我們現在非常容易 每一個人就是一個媒體 而且不只能夠接觸到幾千幾百萬人 甚至你可以同時收到幾千幾百萬人這個聲音 所以這個雙向的大規模的互相對話 這個是第一個 1993年到現在 一個很大的技術的差別 那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叫做機器學習的這個新的技術 機器學習的技術 跟之前的人工智慧技術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就是前幾代的人工智慧 都是我們想出規則是什麼 然後我們去教機器了解這些規則 在杜拉克時代的專家系統就是像這樣子 但是呢 我們現在的機器學習完全不是這樣 機器學習我們就好像一個小孩 你丟到水裡 他就會游泳一樣 我們把它丟到一個資料之海裡面 讓他自己去找出中間的規律 自己去找出要怎麼下圍棋 自己去找出要怎麼樣打電動之類的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機器學習到的東西 它變成沒有辦法 用一個有條有理的知識系統 這樣可以呈現 可以說我們訓練出了一個AI 但這個AI為什麼做這個決定 其實人類不一定搞得懂 所以這種我們已經放棄掉傳統上 這種階層式的知識論 變成是用實際的經驗 經驗去判斷它的對錯 在實踐當中去累積實踐知識 的這樣一種新的方式去訓練 所謂的機器學習深度學習 那這個呢也是另外一個 跟1993年截然不同的狀況 1993年人工智慧也是很紅的 但是如果你去問杜蘭克 人工智慧是什麼的話 他跟你講的大概都是 你預先已經知道規則的專家系統 那現在我們把這些都放掉 那像這樣子的改變之後 我們現在年輕人在面對這樣子的社會 我們要怎麼樣去 讓自己可以在這樣子的社會去生存好了 對 我想年輕人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大家一開始進入這個工作 或者進入學校的時候 本來就已經有全球資訊網 像我倒還是12、13歲之後 慢慢的所謂數位移民 去習慣全球資訊網 但是現在年輕人 不要說全球資訊網了 說不定連鍵盤 可能都不是他們第一個學習的 很可能是以移動式 跟穿戴式的裝置 作為他學習的一個部分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他們不會有一個好像網路歸網路 實體歸實體世界 這樣子一種二分法 我們這個年代 以及比我在長一輩的朋友們 常常都覺得說 好像網路是一個空間 面對面是另外一個空間 但是如果你一開始就習慣的 是穿戴式跟行動式的裝置的話 這兩個本來就是融為一體的 它是沒有任何差別的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覺得年輕朋友們 才能夠真的充分去運用出 這樣子一種我們叫做 就是隨時隨地都在運算 人跟機器不再是人到機器前面 或者機器放到人的場域裡面 而是人跟機器變成 類似一種共生的關係 它變成你的心智的延伸 這樣子一種方式來運用科技 那這樣子的話 你才能夠最充分的運用到 網際網路裡面 全球資訊網的部分 以及網際網路上面 這些正在運行的 機器學習的部分 等於任何人都可以 自己去訓練出 自己的機器學習的一些助手 這樣子的情況 那像這樣子的話 對於未來我們面對的 既然是這樣子的世界 但是我們現在的教育體制 在人才培訓上面 可以因應這樣子的 未來這樣子的變化 這樣子的世界嗎 我想從今年開始 我們的新課綱108課綱 已經沒有什麼培訓的 這種想法了 培訓就像我剛剛講的 是93年的一個想法 就是你可以去預測 12年之後的世界是什麼 你可以分門別類的 寫出一些規則 可能去分組 分析 分科等等 這樣子它在培養的 就是我們叫做 技能導向的教育 技能導向的教育 的一個特色 就是你可以在 人跟人之間 很容易的去分出 誰比較高分 誰的表現比較好 誰是最 這個 第一名 誰是第二名等等 但是呢 這樣的問題 是在現在呢 是我們沒有辦法去 預測12年之後的社會 到底是什麼樣子 所以如果我們在國小 一年級的時候 就跟他說 12年之後 你這個國民教育階段 結束了 世界上就是會有這40種 不同的主要的技能 你在裡面挑個一兩種 你掌握它 你就可以適應這個社會 對社會有貢獻 那很可能到他真的高中 畢業的時候 這40種可能已經 30種已經消失了 都被自動化掉了 剩下的10種 都已經互相融合了 最後只剩5種 那接下來的35種 是我們12年前 完全不怕想像的東西 所以這樣的話 我們如果還用 所謂培訓 就是培養訓練的方法 來做教育的話 那很可能只有 五分之一 六分之一的小孩 會他在小一的時候 我們告訴他的世界觀 到他高三 還是有用的 剩下五分之四的 不免就會覺得 被欺騙感情 所以作為這個 之前課發會的委員 我們的目的 就是不要再這樣子 幫小孩規劃 12年後的人生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 12年之後會怎麼樣 放棄掉培訓的概念 那我們現在要培養 而不是培訓的 是什麼呢 就是所謂的素養 素養 我們一般分成competency 就是一個人 他內心的自發的 這樣子一種 內生的能力 他是沒有辦法 跟別人互相比較的 他跟別人只能 互相合作 所以這裡面就包含 對於感興趣的東西 自己規劃 學習路徑的能力 終身學習的能力 這個叫自發 對於不同領域 不同背景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文化的朋友 還是可以好好的 互相聆聽和互動 這個是互動的素養 那第三個就是說 雖然大家的立場不同 文化不同 背景不同 能不能夠透過對話 找到共同的價值 這個叫共好的素養 這三個素養 不管世界怎麼樣變 都是不會落伍的 我們如果培養的小孩 是用這樣的方式做的話 他就不會覺得說 我好不容易掌握了一個技能 然後機器學習 就把它自動化掉了 我好不容易背誦了 非常多的知識 但是群眾智慧 透過全球諮詢網 就把它取開掉了 那這兩個部分 如果他過分認同 就會變成好像是 他的人性尊嚴 受到了威脅 但如果他認同的是 自發互動 共好的這些事情的話 那不管是群眾智慧 還是人工智慧都是他的幫助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就是您講的 是種思維上面的改變 那在思維上面的改變 那您覺得不然學校 或者是家長 或者是像一些企業 他們會習慣提供獎學金 以前都只是 我只是給你錢 你自己就自動會去 就會好像就會變好 但其實我們現在都不應該要 承襲以前像這樣子的 舊式的思維 對應該要做怎麼樣的一個改變 是 我想108課綱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改變 就是每一所學校 他應該要跟他旁邊的社會 跟環境互相融合 在以前我們想到國民教育 往往都覺得是教育部的 執行單位而已 因為以前我們是剛性課綱 就是所有的全台灣都上 一樣的這些課綱裡面的技能 那我們現在把它轉換成 所謂柔性課綱 就是每一個學校 他因地制宜 他學校的課發會 跟家長 跟社團 跟第八節課 跟旁邊社區大學所有的這些資源 互相討論 到底學生對於目前這個地方 哪些部分是關心的 哪些部分是認同的 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讓學生願意把心 跟他在地的社群 互相銜接 那這個就是實踐智慧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創造一個分享的一個架構 如果沒有一個跟在地分享的架構的話 很可能學生自己這樣子念書之後 他到了大學 選的都是跟他當地 他所出生的地方 一點關係都沒有的學問 那他學會之後 當然就不知道飄到哪裡去了嘛 但是如果他在國中小的階段 已經知道說 我這個地方的朋友們現在在關心什麼 他到高中的階段 已經具體對他的社群 對他的環境已經有所貢獻 這樣他即使是上了大學上的研究所 他學到的也是跟這些 跟他一起實踐的人們有關的一些學問 這樣子才比較 真的有可能做到跨世代之間的傳承 不然的話 年輕人學到的東西 跟長輩的文化毫無關聯 這樣子的話就沒有傳承可言 好 那這樣子 那您這邊就可以 其實可以提到說 您現在正在做的 就是跟社會創新有關係嘛 對 其實就符合您剛剛講的精神 那您自己觀察是說 台灣的青年們在社會創新的 貢獻 我們先講您在第一線 目前執行到現在 您的觀察好 台灣青年的優勢是什麼 是 我想台灣的一個特色 就是我們在我們這個區域 不管是集會自由 結社自由 言論自由 出版自由等等 都是完全沒有任何打折扣的 那我們周邊的各個管轄領域 現在尤其是對於網際網路 都有或多或少的言論上面的一些管制 但只有台灣目前為止 還完全沒有使用事前審查等等這個方式 來維持所謂的和諧 那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台灣的青年在倡議上面 是遠遠超過我們旁邊其他的國家的 意思就是說 好比像說像在北歐 我們有一位15歲的朋友 他覺得說他的政府 節能減碳的這個速度 不如他的預期 他覺得說 我們如果上學是為了準備 十年之後的社會 但十年之後這個環境整個都崩塌了 那我們上學到底有什麼用 所以他就發起說禮拜五 那他就罷課 然後他就去街上去進行 關於氣候變遷這樣子的一種講學 那所以當然整個歐洲啊都非常的響應 但是你要了解到說第一個能夠提出這樣子一個 他必須在一個言論集會結束自由 非常非常開明的社會 他不能夠在一個好像有點半威權 甚至極權的社會提出這個 你要響應也許可以 但是要提出這個是需要非常大的自由的空間 那所以像在台灣 我們在接近兩年前也有一位青年 也是大概16歲左右 他也是在我們的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上面 同樣的提出來說 我們政府應該要結合社會跟企業的力量 把所有的像塑膠吸管 這樣子的一次性的餐具 會污染海洋的 會導致減碳沒有辦法落實的 所有這些東西逐步的加以進決 那當時呢 環保署看到這個聯署的時候 因為我們並沒有揭露年齡嘛 所以就覺得說一定是環團的某位大佬 才能夠瞬間集結五千多個人來聯署來相挺 那所以這個環保署嚴陣以待 也約了這個一次性餐具啊等等的製造商來開會 結果一看一個46歲的一個青年 那然後問他說為什麼他要提這個案子 他說這是我們公民課的作業 因為他的公民老師就是介紹我們這樣子 一種社會創新的這種平台 透過開放政府的這個程序 讓所有有倡議的人不需要等到四年投票 就可以提出來 那所以我們觀察到在我們這個公共政策 網路參與的平台上面 其實最常參與的就是15歲上下的朋友 跟65歲上下的朋友 因為這兩群朋友可能比較有時間啦 但是也是說他們關心的那個時間緯度比較的遠 15歲的朋友們他可能關心10年20年後的事 因為那就是他們出社會的時候的世界 那65歲的朋友呢大概退休之後呢 也有可能兒孫等等 那他們關心就不是自己一己的利益 而是下一代的這個社會 所以這兩群人反而合作的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發現說社會創新 以前是跟所謂青年的創業 有點稍微綁在一起 但後來我們就發現這個輕盈共創 才是真正的這個能夠促成社會創新的方式 因為青年可以提供方向 但是長一輩的朋友可以提供他的實踐上的智慧 那所以您這樣看 看起來我們現在其實青年朋友 我們講20歲以下好了 或者大學生這一段時間 他們其實現在在社會創新這個能量 慢慢越來越大了 您有看到這個嗎 可以說是最大的 因為 跟幾年前您這樣想比呢 您做這幾年做社會創新這樣 其實我覺得這幾年來 有兩個很重要的事件在台灣 一個是說在2014年的佔領運動以前 討論人權、討論移工 討論台灣在區域裡面的定位如何 等等的這些事情 感覺上都是比較有一個山頭一個山頭 好像中間橫向的串聯是比較有限 尤其如果你是剛上大學的大學生的話 這並不是件很酷的事情 是感覺蠻邊緣的 就是可能憤青啊 才能夠去討論這樣子的事情 但是在2014的佔領 以及其後的許許多的社會事件之後 忽然之間 一夕之間大家都覺得說 我臉書的頭貼換成彩虹 現在換成香港的棋子了嗎 等等是很酷的一件事情 不是只有我幾個小貓兩三隻在關心 而是好像放眼望去所有人都在關心 它變成一個時代的氣氛 那這個呢是跟2014年以前是非常的不一樣 這也是為什麼社會創新行動方案 特別是希望所有這些關心公共利益的朋友 能夠來當我們的向導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以前的向導可能只有這個幾個社會團體 但現在只要一個hashtag 一個關鍵字對了 忽然之間就千軍萬麻就可以集結起來 這是第一個差別 那第二個差別是說 我們在就是蔡總統上任之後 非常鼓勵大家去在每一天的任何的地方 都可以參與我們的社會創新的政策 那這個就包含像最近才辦好的那個總統白黑客松 他做的事情就是民間有任何的倡議 有任何的想法 我們就幫你找到公務員跟找到私人企業 透過這個三方共創的方法 花三個月的時間做出一個prototype 做出一個雛形來 如果這個雛形經過大家投票 經過評審討論 覺得真的對台灣的社會有幫助 好比像說去年是像法福有提一個 怎麼樣子讓他的法律資源 配置到長輩最能夠去使用的地方 或者像今年也有朋友提出來說 如何讓司法的判決 特別像酒駕 這種大家都很有意見的判決 用人工智慧翻譯成白話文 讓大家所有人都可以看懂 他的良心因子有哪些等等 所有這些想法 以前可能都要爭取部會的預算 爭取長官的支持 而且民間的朋友 多半還是被當作委託成包 就是比較活際 這樣子的角色 但是總統門黑客松就邀請他 變成夥伴的角色 一起來設定我們的實證方針 而且前五名的團隊 每一個都會變成明年的實證方針的一部分 那這個就是總統頒獎的意義 這個獎是沒有錢的 跟獎學金是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會盡一切努力 把大家的這三個月做出來的作品 變成我們實證計劃的一部分 所以這種不是代議制的 不是靠投票的 不是靠選人 而是靠選事情 參與事情 互相對話 這樣子的一種社會創新的方向 我覺得也是這幾年來 讓大家有更多的機會來參與公共事務 那像這樣子 我們青年有這樣子的實力 那如果我們想要 再對國際交流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這樣的實力 其實是不是更有利於 我們跟國際去做 所謂您這邊講的暖實力 這兩件事情 是不是 這等於是暖實力的一種展現嗎 對 我們現在的想法是說 我們運用聯合國的17項永續發展目標 就是這邊的這個色環 這17個顏色 它代表的就是全人類 在2015年的時候 討論出來共同要做到 在2030年共同要做到的 169件事情 那這169件事情 又分成17項 比較容易記憶 那這17項就寒闊了 全世界的 不管開發中還是未開發 還是已開發 這個都不區分了 任何的國家 任何的社會 都必須要同時達到 經濟上環境上 跟社會上的永續 那這個也非常切合 我們剛剛講的台灣的精神 就是說我們不會犧牲經濟 去只照顧某些社會爭議 但是我們在追求經濟的時候 也不會去忽略了社會爭議 更不會忽略了環境 當然有些拉扯 但是我們基本上 為了創新的目的 都是要找到 這三個能夠兼容並序的解決方案 所以好比像說 像去年總統的黑客松 就有一個團隊去偵測自來水管的漏水 他用機器學習 做出一個line的機器人 那做出來這些朋友們 都是相當的年輕 但是在台灣自來水公司 非常長輩已經退休了的 老師傅的指導之下 去一起調教出 這樣子一個機器學徒來 那又因為我們用永續發展目標 去把它說 這個跟促進水資源的有效利用 是有關聯的 所以一下子 紐西蘭就發現了這個團隊 在我們三個月之後 這個團隊馬上就去威林頓 然後又幫助他們三個月 所以不但解決了我們自己 像基隆這些地方的漏水偵測 也幫威林頓去解決他們的漏水偵測的問題 所以這樣子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創造出來的東西 只要保持著開放 不是好像殖民式的 這個要對方陷入這個借貸陷阱啊 等等的這種方式去進行國際合作 而是我們非常願意跟對方 共同創作出因地之以 適合他們的這個地方 這就跟傳統的外源是相當不一樣 過去的外源很多是我們已經做一套 那收的這個方面 就它只有要收或者不收的這樣一個選擇 那現在我們的注重是共同創造 就是台灣自來水公司 跟威林頓的水公司 當然要解決問題不完全一樣 所以我們是人過去 而不是只是買一套技術過去 那這個也反映了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以實踐的指示來當作我們外交的基礎 而不是只是套裝好的 這樣一種純粹的技術而已 那如果講到是說 那以我現在的措施 可以挑選一下電池 好 我們這邊有充電電池 就是盡可能的循環 所以這邊很多東西都是 就是符合那個 永續經營 比較永續 想要去煞一切 好 謝謝 謝謝 楊貴 好 來 那我剛剛想問的是說 就是Overall就是我們可能青年人他們必須還是要有解決 看到問題跟解決問題的這個能力 但是因為現在我們在小孩在長大過的時候 我們還是多少是用以前的教育思維在思考 那假設說我今天我想要培養這個小孩子 他有像這樣子可以看到問題解決問題的這個能力 我們可以怎麼自己父母或者是孩子自己假設他有自覺 我們可以怎麼來做 在現在這個相對資訊比較開放的社會裡面 是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要學會去跟問題相處 因為每一個問題都不是只有一種解決方法 如果我們覺得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就表示說這不是任何一個單方面改變事情就會變好了 因為如果可以的話早就變好了 通常都是大家陷入一個彼此之間沒有互相協調的一個情況 所以狀況卡在這裡 那如果每個地方都提出來說我願意改變 可是這像一塊拼圖一樣也要他願意改變 也要他願意改變 用這樣子的一個方法所有人同時改變才有可能讓狀況變得更好 所以好比像說也是總統被黑客送的一個例子 今年有一個團隊做的叫做水盒子 什麼是水盒子呢 像空氣盒子就是大家自己在學校啊在家裡就可以去很便宜的量PM2.5的狀況 並且把它放到一個區塊鏈上面 去讓所有人都一次可以看到台灣實際的空氣的情形 這個是台灣在國際上非常有名的一個社會創新 那水盒子也是相同的想法 但它是把它放到水裡面 然後用很便宜的方式 用所謂物聯網的方法 直接的把水質啊所有這些傳遞到網路上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好比像說在台灣我們最近才通過了一個法律 就是任何在農地旁邊的 在蔡總統上任以前的做工廠的這些朋友們 這些朋友們如果它有污染農地的情況的話 即使縣市政府一時之間可能不了解實際的情況 但是中央一旦了解狀況之後就會斷水斷電嘛 這個我們都了解的 那但是呢這個時候一個農田它可能有很多個上游 那如果每一個都有工廠的話 那是每個都要斷水斷電嗎 我如果是其中一個工廠 我正在證明說我其實沒有去造成水的污染 而且我正在積極的轉型等等 我非常願意被這個特別列管 那但是其他別的地方別的上游 又有海群芝麻 這樣我怎麼證明我的清白呢 這個就是水盒子可以貢獻的地方 那因為它運用了這個尖端的物聯網 去快連所有這些技術 所以它可以實際的證明給所有的利害關係方 就包含工部門 包含工廠 以及包含農民們都可以看到說到底這個污染是哪裡出現 哪裡擴散 而且它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它足夠便宜 所以說每一方都可以自己去買一些 自己去放到這個水路裡面 然後呢讓所有的這些資訊加在一起 變成大家共享的這樣一種知識 所以這個其實是知識社會的一個很好的一個例子 因為每一個都沒有辦法靠它的片面去解決這個問題 大家都貢獻一點然後有一個共用的一個知識層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一起發現說 原來這個問題是這裡造成的 那那裡就可以來幫忙解決 不會全部都被這個就是一起都就是指控掉等等 那反過來講 那農民也可以證明說它的生產是有履歷的 它在生產的過程裡面是一直用很好的水質的水等等 那這個對它所謂做一些加值的農法 或者更永續的農法這個也非常的有幫助 所以這等於是說大家雖然立場真的非常不一樣了 但是有一些共同價值 透過這些共同價值對食安的重視等等 大家就透過這個創新可以協調出一個 跟問題相處足夠久之後 大家都覺得是好的這個解法 而不是只是單方覺得好 但是其他方都覺得這個可能對我不利的 這樣一種解決方法 所以具體回答你的問題就是去探索問題的時候 不要急著跳到解決方法 先跟問題相處 然後呢這個問題會帶你找到 別的角度的這些朋友們 這些朋友們也會帶出他看同一個問題 他的不同角度是什麼 等到我們有這個問題的全貌之後 我們就可以一起收斂設計出來一個 我們如何一起讓事情變得更好的 這個共同價值 那透過這樣子所謂的設計思維 我們把第一個這個菱形 把它好好的確立問題到底是什麼之後 再來想解決方法 不然如果每一方都是有一個問題的意識 可是這些都彼此不相容 雙方三方四方都去做一些解決方法 很可能這些解決方法就彼此理消掉了 所以像這樣子問題意識的建立跟建構 其實就是融入國際社會一個最好的一個道路這樣子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不管是空氣的品質 不管是水的環境 不管是我們現在在減塑 海洋的塑膠垃圾等等 其實他們都沒有國界啊 他們根本不知道國界是什麼啊 我們也沒有辦法獨善其聲 說在這個台灣的這個岸邊 這個築起高潛嘛 沒有這種事情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用國際的視野來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才有跟國際的朋友們對話的這個空間 我們如果一直都覺得說 這個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我們自己解決就好 反而會錯失很多跟國際的朋友們交流的方法 所以不要怕沒有面子 不要怕你能夠拿的只是一下小塊拼圖 你先讓國際知道 其實說不定他就在等你這小小塊拼圖 那這樣子是想要再談一下 就是說 在知識社會上面的建構啊 像這樣還會不會有城鄉差距的這樣子的落差 那如果有的話 因為當然是希望每個青年朋友都有這樣的能力 當然是很好 但是不是每一個孩子 台灣各個角落的孩子都可以收到同等的教育機會 這個部分該怎麼彌補 讓台灣整個知識社會 青年朋友的能力可能比較一起往上提升這樣 對 我覺得好比像說在高鐵沿線的 其實大都市的很多青年朋友 就沒有這個機會去學習到原住民族的這個實踐的智慧 那這個對他們也是一種很可惜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現在一直覺得說 欸 島內移民 或者不一定是移民 就是你去做客個半年一年 這個是非常有幫助 就是如果你本來的認同不是原住民族 那我覺得你可以找一個你認識的原住民族的朋友 然後去介紹你進入他們的看世界的方法 那這樣子的話 一方面你不是只是對於可能日本啊韓國啊等等的 所謂的這個跟台北比較像的這些地方能夠加以交流 那其實原住民族的朋友跟整個新南向 整個南道語系一直到紐西蘭 都是有共同的文化的脈絡 可以說是我們的東邊跟整個太平洋都是一家人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才可以去更充分了解到說 欸 那我們看世界的這個方法 原住民族看世界的這個方法 跟所有的南道語系的朋友們 當時從台灣一直航行到 波利尼西亞的這個方法是怎麼樣子的一種世界觀 它很可能本來就是永續的 它很可能不需要我們用一種好像制衡的這種心態 因為本來一切就是用一種合作的一種方法去進行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你就可以補足這種過分原子化 過分競爭性 過分在城市裡面好像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單子 英國還有一個孤獨部長等等的這些狀況 你可以加以這個彌補 那反過來講對於在比較是東部的朋友們 或者是離高鐵最遠的這些朋友們或離到的朋友們 那其實我每一次去巡迴的時候 我都發現兩件事 第一個是頻寬好像不是問題 就是因為可能用4G的人還更少一點 所以其實速度都蠻快的 我們有一個寬頻人權的這個政策 在任何地方不管是部落的文件站 或者是在甚至離島的區域 其實我們都一樣享受著 就是全世界都沒有的499塊4G網路吃到飽的這件事情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在台灣其實是極少數的網路真的可以取代馬路的一個知識社會 所以在這個上面 我們最好的教師 不管是開放式的課程 所謂的翻轉教育 所有的這些部分 你在任何地方只要你有網路 就一定可以存取到 存取到之後 整個台灣彷彿就更近了一點 好像大家都在一個共享的文化跟知識圈裡面 像我有之前主持一個字典的網站叫做蒙典 蒙典就是把台語、客語、華語、英語、德語、法語 然後阿美族的語言等等 都融為一鲁的這樣一個字典 那這樣一個字典 我們去看最常用的人跟他的人口的比例 其實我們發現是澎湖 或者甚至金門麻藏 也就是說雖然感覺上離台灣本島比較遠 而且一般來講我們尋回國語文的詩詞 可能比較困難到那邊 但是只要透過像蒙典這樣子的線上網站 它很容易就集合成為一個學習群 那如果它對裡面的某些語言 好像說台語特別的在意的話 那它還可以加入蒙典新出來的 像哀膽音這樣子的一些社群 然後具體的貢獻進來 所以你不需要實際住在客家的地方 或者是住在阿美族的地方 或者這些你還是可以按照我們新的 這個國家語言發展法 任何一種國家語言 就是戶友族群的語言 你都可以在線上加入這樣子的一種文化圈 然後認識朋友 然後自己的認同也可以隨之去提高 所以我想台灣是一個多文化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剛剛講的兩個 一個就是說我們要自己到那裡 去體驗實際的那個地方 然後以及第二個 在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把網路 當作一個共享的一個知識社會的地方 在上面去創作出新的文化 那最後啊想要再請您幫我稍微整理一下 就是一個就是 算是勉勵年輕人啦 就是不要小看自己 所以第一個就是請您稍微講一下 台灣年輕人在社會創新這個東西 我們的優勢是什麼 那第二個就是說可能走向國際的時候 您覺得台灣年輕人未來 我們其實是可以做到什麼事情 這樣比較簡短稍微講一下 台灣的優勢就是這17個永續發展目標 我們是兼容並包 不管在做哪一個題目 公共衛生 氣候變遷 做農業 做創新的服務 做工業化的自動化 做跨不同目標的互相的對話 我們都有非常好的支持系統 所以因為我簡單一點 因為台灣在每一個永續發展目標上面 都非常有建築 所以當你在做任何一個目標的時候 都不要忘記說 全台灣的經濟上面 環境上面 跟社會上都有非常多朋友 跟你是有一致的想法 可以來支持你 那這個生態系統 就是台灣青年最大的這個養分 那你剛剛第二個是 就是您覺得台灣青年 其實我們可以有能力去做到什麼事情 對國際社會也好 或者甚至對台灣社會 OK 好 那我覺得台灣在整個星球上面 其實是一個不管是生物的多樣性 比像說我們的海域有10%的海洋生物在這邊 不管是社會的多樣性 我們有非常非常多的文化在這邊 我們不管是經濟的多樣性 就是剛剛所講的各種產業 服務業 產業鏈裡面的每一塊 我們都有非常棒的朋友們在工作 這些多樣性創造出台灣的價值 以至於我們在周邊或甚至全世界的任何朋友 他如果覺得他的拼圖缺了某一塊 台灣都可以幫他補上 這個就是暖實力 台灣Can Help 的意義 那您覺得勉勉一下青年說我們其實可以做到什麼事情呢 幫助台灣社會 以這個來講的話 OK 好 好 那我覺得我想要鼓勵所有的青年朋友 去用一個很長的時間時度去思考 去想到2030年 2040年 2050年 你想要看到一個怎麼樣子的社會 因為我們在台灣我們有充足的民主跟自由 你的這個想法只要跟類似想法的人串聯起來 我們就可以讓未來透過我們而來臨 而且這不是只是台灣的未來 也是全世界的未來 謝謝 這樣可以 謝謝 麻煩我們再稍微閒聊一下 讓我戴一下你的手部動作 OK 沒問題